它还有这个影院模式 科技感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比如它其它刮过去的时候 是干净结果刮回来 就全刮了 外观是天青色 然后里面是那种天蓝色 夏天去试车看的时候就感觉 这个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好 Hello everyone, I'm the car owner of the I&Y I'm an English teacher So in my spare time, I love to go to different places to enjoy tasty food And this car make it easier for me to go to where I want to go Also, I'm going to introduce my driving experience of this car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it Let's go 如果你也想投稿就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超纸礼包等你哦 一开始的这个预算呢 大概是十万出头 当时看了几款车哈 雅迪的这个琴,然后有这个好猫 还有这个I&Y 每个车,然后包括后排座也去体验了一下 然后我当时感觉哇 这个I&Y的这个后排座感觉特别的宽敞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啊 走到后面的话,我觉得我腿基本上可以伸直了 而且它的这个内饰是非常的好看 外观是天青色 然后里面是那种天蓝色 夏天去试车看的时候就感觉 这个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好 当时看的时候呢就是按七零科技款 裸车在十三万六这个样子 全下来的话呢十四万二这个样子左右 平时基本就是上下班通勤 以及这个周末去市里玩啊什么的 一周的里程呢二百多公里 大概一周的话一百到二百之间我就会去充电 女生要注意就是她那充电那坏充枪特别特别特别的沉 百公里电号的话APP显示的是十一 但是曾经我也看到过它也达到过十五和十六 车的续航呢是五百公里的 夏季的续航表现会比冬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我今天早上出发之前车上的电还剩一百一十七公里的这个显示 一直开着最小的暖风开了这个座椅加热 到了物业地之后呢还剩四十七公里 用掉了六十公里的这个电 行程是三十公里 基本上是打了一个对折吧 前几天刚做了一次保养 就是首保五千公里和三个月哪个先到就先去 后续的保养一二百块钱一万公里或者是半年一保了 我之前也没有怎么开过油车 但是去开过油车的朋友 然后开我这辆车都感觉它的加速非常快 声音非常的安静 跟油车比起来 先说一下它的优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空间非常大 然后座椅非常舒适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我这车的这个屏幕非常大 无论你是看导航啊 还是看一些什么东西都非常的舒服 非常痛快 然后包括它还有这个影院模式 科技感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优点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内饰啊 外观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缺点就是它里程数 然后包括这个耗电量其实也是挺废的 尤其是冬天哈掉电掉的反正是有点快 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说它这个车窗这个玻璃 只能是说你每次遇到了这个车窗卡顿 静视音什么的你只能抚慰它去 然后还有这个座椅这个安全带之前 也嘎吱嘎吱哒响也换过一次了 包括我们那个车友群那个群优利 大家也经常的反应啊 就是雨沙骑它刮过去的时候 是赶紧结果刮回来就全花了 无论是主驾还是坐驾 前面这遮阳板上都没有镜子 觉得特别不方便 因为我这个主驾是带有那个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的 然后副驾和其他的后排都没有的 你就作为一个全系标配 咱就是说它也花不了多少成本是吧 我目前为止的话最长的里程数 也就是开了单程是40多公里 开了一阵暖风40多公里 大概可能有耗了将近60公里的电量吧 这个耗的比较猛 具体是哪一款车我还没有想好 因为现在才刚买车嘛 然后可能也会 优先的看一下 RN品牌有没有一些新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会跟其他品牌的车也会进行一个对比吧 来汽车之家 搜索冬季实验室 零下30摄氏度极寒生存大挑战 三大测试板块 11个测试项目 还原真实冬季用车长型 1月6日至1月25日 锁定汽车之家 答案一一揭晓 1月6日到art